英虚里挖出白人头骨,商朝是白人建立的。别被骗了,那些都是中国人抓来的白人奴隶。 去年两主文明深移轰动全国,结果网络上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奇谈怪论,两主文明及时被之后的商王朝灭了。商人是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商朝是西来的两河流域移民等等。 似乎对他们来说,承认中华有上下五千年文明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必须将中华文明缩短为三千五百年才能撑他们的心。 说起来,商王朝是一个受到国内外学界认可的且具有成熟的文字体系信誓朝代,其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基本相符,甲古文内容于实际高度符合。 这样一个体系健全的古文明,文字,城市,金属冶炼,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网上很多民科所声称的商人是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的说法,其实这源自之前考古工作的不细致。 当年,殷须商贷王林区与祭祀坑的人骨标本被带到台湾。 其中杨西梅先生在研究人骨时发现,其中一些人骨带有高加索白人特征。 因此,此后就一直有人高喊商朝是高加索白种人。 其实,且不说那个人骨是祭祀坑出土的,属于祭品,即骑士俘获的战俘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犯了罪的贵族和沦为奴隶的平民。 而且,有高加索白人特征和是真正的白种人之间还有巨大的距离呢? 商贷人骨类型归类。 幸好,学界虽然对商贷中小墓地的研究有重大发现。 中小墓地代表驻商朝自由民也就是国人。 根据甲骨文的记录,国人可是有参政义政权的,即为商王朝的主体。 所以通过对中小墓地的研究可以推断商人种气。 通过体制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商朝人的人种特征和东亚人种高度接近。 换句话说,几千年前的商人跟今天的华北华南地区的人差别不大。 即使在同时代,商人也与黄河流域新时期时代居民接近,所以商人根本不是什么外来户。 早商人股复原相,因须三组复原相。 两张商代人股复原相,看看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如果有人觉得体制人类学不够严谨,长期对外通婚会影响体制特征,那么就看DNA吧。 根据中小墓地的MT现立体DNA样本来看,其和今天北方人区别不大。 同样的还有猪开钩文化和下家殿下层文化从DNA遗传来看,其和今天北方人差别也不大。 所以大家在遇到那些坚持想给自己找个白种祖宗的人,喝喝就好。 说到这里,有人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那些契品除了个别带有白人特征和黄种人头骨外,还有一部分带有赤岛人种特征。 是不是说商代也是多民族混杂的一个国度? 毕竟契品也可能是一部分犯罪或者破产的自由民,那样他们也能代表商人,也可能在殷须生活过。 然而,通过同位素的检测,之前的猜想都被推翻了,那些被祭祀的就是战俘。 之前,为了检测祭祀人骨来源,是否就是甲骨骨词中说的羌人。 专家学者们到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一带,寻找商代的人骨头和牙齿。 同时,专家又在殷须祭祀坑里新出土了一批人骨头和牙齿。 殷须石器商文化分布。 通过对这些人骨物质的有机物提取,专家们发现祭祀坑人骨与西北同时代人骨丝同位素技术比值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终于证实了之前的猜想,殷须祭祀坑里的训人确实不是当地人。 这些人一般是被送到殷须之后被随即杀掉。 如果当上一两年奴隶,思同位素的比值就会有变化。 所以可以断定那些人纯粹是作为祭品的战俘。 除了之前发现的样本,在殷须思母屋顶锁在大墓的墓道里,也有22个用于祭祀的人头保存完好。 专家用思同位素技术一侧,其大部分也不是当地人。国外复原的商朝武士。 商朝军队。那么为何殷须会有那么多外来战俘做祭品? 说起来,商人的扩张欲望非常强烈。 这不仅仅是对土地资源的战友还有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比如对铜矿资源和玉石资源的争夺。 富豪墓中就发现过产自新疆的何田玉。 如果玉石资源仅仅是奢侈品,可有可无的话,那么铜矿就不一样了。 根据考古发掘,商朝都城比如郑州商城和殷须遗址没有发现铜矿开采遗迹。 那么商人的铜矿是哪来的? 商人又靠什么铸造大量的青铜锂器与兵器? 青铜大刀。 根据郑州地区出土二里港七铜锡研究,从千铜位塑研究显示,郑州二里港七铜锡的矿源在下层七和上层七存在着明显的变迁。 下层七主要使用的是207PB206PB直集中在0.90至0.94范围的青铜矿料,其产地可锁定在燕辽礁地区。 这一资源自二里头二七开始使用,至二里头四七和二里港下层七达到高峰七,于二里港上层七锐减。 此后,周边其他地区的同量占了大头,比如湖北江西。 从考古发现来看,商王朝远不止像一些人认为的只有河南那么大。 其实商朝分布的区域非常广泛,而商朝军队的足迹甚至远达核桃一带。 比如朱开沟遗址就发现有商朝建筑。 遥想几千年,商王朝曾经挥舞住青铜武器与盾牌,头戴铜盔面具,伸住加强青铜炮定的皮甲,纵横于中华大地,给周边民族带去征服与恐怖。 虽然这些场景已经被时间的洪流所抹去,但这就是我们祖先那以前不为人知的残酷一面。 打击完成了女娲交代的任务,却没得到女娲保全的原因是什么。 就这样,这些条件的排约入签索。 不得了。 要不要穿过来自然界的颗的,红色的颗的颗粒。 不要穿过来自然界的颗粒的颗粒。